紅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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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算,烈火奶奶不知道還要撕起條根說要拍條片參賽 她用一直都很皮視的燕姐做女主角 因為不想給錢拍,全程都是用一塊十九六幕 即使腸妳配合照 不要幫忙吃 Jewel 那就來了 A 3 尾 尾 咳 玩嗎? exped出那個还講錯? 對白很難唾阿 那即使你唾吧 好啦,我多給這個多痛,你別浪費我不想 A 3 咳 你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我要有感情的 你不要跟我講錯音了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來過了…沒記住 Cut 你想怎樣啊 你趕著下班了 嗯…我忘了對白 只有那四個字有多難背 找人示範給他看吧 攝影師說一次 你就是你 下衣說一次 眉就是眉 這些就交到戲了 你又說一次 其實這句話就是當年美創手術推出的時候 重大美創部所想的口號 我叫你講對白啊 你亂說什麼啊 那美創手術這麼正的東西要宣傳的嗎 關你什麼事啊 給我回到你的位置吧 30年前在香港 其實大家對美創手術非常陌生 是直到1990年中大醫學院的前院長 中山智教授 在1990年引入了美創技術 進行首次的美創腹腔膽囊持除手術 才開闢了香港的美創手術之道 眉我就明白 那眉又怎樣演繹呢 你兩個怎樣啊 多聰明啊 傳統手術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的 其實就是口開人體 透過切面 讓我們可以清楚看得到問題所在 之後再用一些切除 或者縫合方法去處理問題 雖然我們經常都說 醫生不試血 但是傳統手術 由於牽涉到一個比較大的切斷面 所以無可避免 出血也會多一點 微創手術 顧名思義 就是微小創傷的手術 即是一般來用腹腔鏡 胸腔鏡 再加上相關的切皮進來的手術 剛才四個字對發 你記得嗎 再加上這個 現在嘴射都這麼緊 我還在那邊說 還有這個VD的手術進來的 手術似乎是創傷性 我們坐下 背負快 誰是無法避免的 那算不算得上是醫學的理事呢 當然啦 盡量出少傷口 減低感染的風險 也減低療養的費用 是真是一件好事 就算不從醫生角度來看 用我自己的看法 美觀大是最重要的 微創手術是外科手術的突破 但是同時也為外科醫生帶來挑戰 傳統的外科手術是採取私塗製的 看一次 做一次 教一次 由老師教授 直接觸摸器官 有手感 由於開了創口 醫生的手是會直接深入病人的體內 遇上突發的情況 憑靈活的雙手 醫生可以容易控制 例如以手輕壓出血的部位來止血 而微創手術同樣都講求精準 事前的培訓相當重要的 外科醫生要上課在手術進行的情形 透過電腦模擬學習 會先在動物模型上學習沒錯的手術 等完全熟悉手術的步驟 和掌握相關的技巧之後 才可以在主導醫生的指示下參與手術 完成部分簡單的步驟 最後在師傅的監督下完成整個手術過程 我完全明白了 那怎麼辦? 你說對白不要這麼縮縮縮 行不行? 微就纮微? 就是了 你清清楚楚說一次對白給我聽 不是啦 論演技來說我還是覺得他比較好 大夫 此而 差而 演戲來說 我比他更好 他一味浮花 沒有深度 不要演戲 太深了 如果大家對大腸鏡或圍鏡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留言問一下他們